丈夫一把撕开妻子拉西的外套 想要和他做点亲密的事情 然而拉西却显得非常抗拒 毕竟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七次了 面对拉西的哭诉和指责 泰迪气愤地反问他 既然穿得这么清凉 不就是为了勾引自己吗 接着在拉西震惊的注视下 泰迪决定霸王硬上弓 争执中拉西不慎摔倒在地 这场闹剧才终于结束 从那以后拉西就将自己包裹起来 不管泰迪怎么道歉 拉西始终不可原谅他 被晾了整整一个星期后 来到了他的身后 并且一把抱了上去 尽管拉西死死地拽住裙摆 可泰迪却依旧没有放弃 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只想发泄自己过于旺盛的精力 被逼疯的拉西用尽全力 直接将他推倒在地 失落的泰迪只能去猪肉店干五 看着女店员风鱼的身材 一股邪火瞬间窜上了他的天灵盖 于是他以搬运东西为借口 将女店员骗到了冷库里面